多伦多大学的学院制度承袭了英国牛津剑桥大学的传统 是加拿大大学中独特的设置 多伦多大学主校区有七个校园 每个学院都有特色和优势 我们介绍了新学院 三一学院 维多利亚学院 大学学院 今天介绍 圣迈克尔学院 圣迈克尔学院 是多大最古老的学院之一 建立于1852年 目前拥有学生3330人 学院占地面积于12英亩 是多大面积最大的学院之一 为在校的学生提供了一方安静的绿洲 圣迈克尔学院是多伦多大学最具宗教气氛的学院之一 由于其创始人为法国阿努奈地区的罗马天主教管辖的巴斯利安教会 且一直注重着罗马天主的传统的维系 所以即使时至今日 在圣迈克尔学院 除了满地的松鼠以外 罗马天主的宗教气息也是无处不在的 圣迈克尔学院甚至自带一个研究生神学院 圣迈克尔学院作为一个天主教背景的学院 有一个自己的教堂 是一个哥特式建筑教堂 每周都有公开时间作合 如果你是天主教徒 当然可以进去做做礼拜 当然 你可以把它当作风景来看 圣迈克尔学院院里主要的教学楼群 坐落于与相对的皇后公园的另一边 圣迈克尔学院是多种欧洲语言系办公室的所在地 学生以学习语言专业 政治学专业以及生命科学专业的为主 如果你是学文科 哲学 经济 语言这些专业的 圣迈克尔学院绝对是得天独厚的居住地 每个教室保证你不用五分钟就能步行走到 圣迈克尔学院最大的硬伤是其地理位置 虽然其住宿生大多为文理学院本科生 但是其离文理学院只要上课教室和教远 步行需约12到14分钟 并且需要横穿皇后公园 在冬天和深夜会带来危险和不便 尤其是在冬天的深夜 但从另一角度看 圣迈克尔学院的偏远位置也有自己的优势 远离多伦多大学嘈杂的环境 在一个飘雪的冬天 自己一个人在房间内泡一杯热巧安安静静地看书 也不失为一种大学生活的乐趣 多大的文理学院开设有多有300个的项目 圣迈克尔学院主办的项目有个 通识课 书籍与媒体研究 凯尔特研究 基督教与文化 中世纪研究和天主教教师项目 圣迈克学院包含非常多漂亮地标建筑 比如说 这个图书馆不仅仅是一个书籍的宝库 在这里学生不仅可以有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 大家还可以找到一边喝咖啡一边讨论的会议场所 图书馆前面书里的雕像是由著名的雕塑家 圣迈克学院致力于为学生提供一个友好 便捷和包容的住宿环境 整体可以容纳568位学生 这里的住宿环境从古典的维多利亚式建筑到现代换结构的宿舍都有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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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